这是一个教你怎么在高好志愿填报当中 如何选学校 如何选专业 如何报志愿不后悔的付费专栏 我们今天又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专业呢 是如果要选工科 汉德同学仍然不会去选的 叫做水利水电工程 那么就像我们之前给大家所说的 如果要选工科 大家可能会选一些什么机械呀 对吧 什么什么计算机呀 通信电器 很少有同学会选水利水电工程 但往往这个专业呢 只要有学校在招收这个专业的时候 招收的人数都特别的多 印象最深的就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上大学的时候呢 正好是跟这个专业是放在一个学院 我们学院一届招300多人 这一个专业要招150多人 所以说的话 招生规模是非常大的 实际上呢 在各个省份 只要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在招生 在各个省份招生的人说 都还不少 所以说的话 即使你不报 也会可能被调 但其实这个专业呢 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不堪 确实累呢 会有点累 但是这个专业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不堪 其实它还是有很多很多就业方向 是未来前景非常非常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专业的具体专业介绍 水利工程就是控制和调配自然界当中的地表水和地下水达到除害星力的目的而修建的工程 大家一定要知道水这个东西是我们人类不可或缺的一个资源 我们说如果说一个人不吃饭 他大概能活一个星期 但如果说一个人不喝水会三天他可能都撑不下去 所以说你会发现现在很多世界上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争端都是跟水有关系的 而且水污染现在的问题很严重 咱们国家也是一个相对于比较缺水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工程 比如说什么南水北调 现在我前两天我看到了一个更让我惊讶的工程 说我们现在要把西南地区的水引到新疆去 希望把新疆大面积的这样的一个沙漠的土地变成一个可以种植的这样一个土地 可见水的问题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么我们要分配的水源包括像地表水和地下水 地表水和地下水 实际上在这边还少写了一个东西 什么呢 海洋当中 其实水最多的是什么 是海洋 我们现在也要怎么样 要将近利用一下海洋的 要充分利用一下海洋的 像样的水资源 那么达到什么 除害 兴利 大家你要注意啊 除害和兴利这是两个不同的词 因为水它如果说一旦成为祸害的话 也会很严重啊 你会发现每一年我们国家到暑假的时候都要怎么样 到防汛 到防汛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98年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98年 因为98年那一年啊 如果大家你们可能还没有出生啊 很多高考考上还没有出生 但是我相信各位家长一定是忘不了98年大洪水 对吧 从南边的长江一直到我们东北的嫩江 全都是在大洪水啊 确实98年那间水灾印象非常非常的深 我们首先要除害 然后呢 还有兴利 什么叫兴利呢 我们能不能把水资源变成对我们有利的资源 对不对 所以说根据我们目的和服务的对象不同 水利工程呢又被分为了这样的几个方向 水利工程是一个大的一个学科 它被分成了几个方向 其中防治水灾的叫做防洪工程 比如说我们修建一些堤坝对吧 我们修建一些堤坝这个叫做防洪工程 那么防治汗烙灾害服务于农业生产的叫做农田水利工程啊 叫做农田水利工程啊 那么将水转为电能的这是我们最最重要的叫水利水电工程啊 就水利水电工程 包括说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咱们中国的几个非常著名的水能站 比如像三峡 对吧 比如像三峡 比如像什么 比如像这个这个三门峡 对吧 这种这样的水能站 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水能站啊 我们现在在一带一路的时候也在怎么样 也在帮助国外去修建一些水能站 那么新建或者改造港口与航道的航道与港口工程 这个呢是我们近两年啊 在整个全世界都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专业 因为大家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话 叫什么 叫什么 不动港 对吧 北方不动港 包括像什么 深水港 潜水港 因为你深水港的话就可以进一些大型的船只 潜水港的话不好意思 你要太大的船进来以后的话 那个水特别的浅 对不对 你这个船一进来你都进不来 因为有的船吃水深度比较高 对吧 那我们能不能把这种潜水港给改成深水港 原来可能我们这边停不了太大的船 那如果有时候大规模的这种货物的话 只能先运到别的地方再开车运过来 那如果说这个船 因为船运的成本相对比较低 如果这个船能够直接运到我们这个港口来的话 那我们不就成了一个物流集散中心了吗 所以说你会发现 现在咱们国家的潜水港都在怎么样 努力的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把潜水港给改成深水港 所以说的话像这样的 港口宇航的工程 现在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